1942一部被低估的好电影 十年后应该会有冷静的声音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小离开世界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1942 由华一兄弟公司和重庆电影集团 联合出品的一部剧情片 影片改编自刘振云的小说 温故1942 由冯小刚指导张国立 陈道明 雷雪剑 张寒宇等主演 改编以1942年河南大汉 千百万民众背景离乡 外出逃荒的历史事件为背景 分两条线索展开叙述 一条是逃荒路上的民众 主要以老冬家饭店员和店户 家路两个家庭为核心 另一条是国民党政府 他们的冷漠和腐败 他们对人民的蔑视 推动和加深了这场灾难 故事发生在1942年 因为一场旱灾 河南发生了一场严重的饥荒 大灾之年老冬家饭店员 因为收到了邻村的细节 他们赶着马车 拉着粮食信软 还有他的一家人 也参加了入网陕西的 逃荒人流当中 在这路途中 每天都有人因为挨饿而死去 离开自己的亲人 渐渐的死人 也成为了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与此同时 河南主席李培基 也在向政府请求 救赞事宜 可是困难重重 只能靠他们自己克服 时间一天天的过去 挨饿的民众 只能靠吃树皮尾生 甚至要卖掉自己的妻儿 来换具粮食 真真是哭不堪言 可虽然来的 还有日本军队的突然轰炸 炮火过后 死伤的人无数 粮食财物一切都没了 但是他们还要继续 完成追逃荒的路途 三个月以后 他们到了铜关 可是车没了 马没了 人也都没了 老冬家刺事 回悟他 出来逃荒 是为了人活 可是到了陕西 人却都死了 他决定不再逃荒了 开始向着回乡的方向往回走 用他自己的话语就是 死也要死在离家近的地方 在回去的途中 老冬家认领了小孙女 他们祖孙 携手一起走向了回乡的路途 影片于2011年10月19日正式开机 2012年11月29日 在中国内地上映 1942 取材于1942年 发生在河南省境内的一场大饥荒 一千多万人流离失所 三百多万人饿死 真实地讲述了在那个年月中国人民的苦难 1993年 风小刚 王硕 推荐了刘振云的小说 温故1942后 就萌发了将其拍成电影的愿望 最后刘振云一直不断地修改1942的剧本 甚至推翻重写 1942的拍摄 甚至推翻重写 1942的拍摄横跨了其底 历史135天 一切细节都要和原历史原貌 所有的店铺招牌都必须是原来有过的 不能是杜撰的 为此剧组翻拍了十万张历史照片 接到两边 店铺的小摆设和一千多块牌匾 全根据历史图片设计 而为了影片的真实性 本片拍摄多久 主要演员就要挨饿多久 张国立在恶劫的时候发扬自己 根本就没有理解说话 为的是让演员能真实地演绎出那种感觉 而选择在东北拍戏 寒冷就成为了大问题 但是上千名演员在零下几度 十几度甚至是零下二十度的情况下 还是矜持完成了拍摄工作 在战争戏方面 剧组还特意采用了不同以往电影的拍摄方法 为的是能够给观众呈现出全景式的战争场面 本片在国内也是获得了3.64亿的高票房 和许多国内的重要奖项 实在是一部难得的历史题材大剧 感谢收看本期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聊